大家好,又是我五哥 今天講5G 5G在2019年可以說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份 我們稱它為5G的元年 什麼意思呢?之後就會明白了 但是發展得快之外還有很多變化 只是短短三個月就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所以今天就嘗試詳細講解給大家聽 5G其實是什麼 以及將來的發展會是怎樣 有些預測告訴大家 請大家留意 看到最後就會明白了 首先如果大家還未知道什麼是5G 真的要細心留意這條影片 5G我覺得可以比美是當年 愛迪生發明的電燈膽 這麼重要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然有它的原因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5G與我無關 為什麼要了解5G呢? 我現在用4G或者3G 甚至3G手機都用得很好 聊到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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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用到WhatsApp 而且我們未必需要是 常常都換手機的人 也不是常常打電話 喜歡用很高速的電話 去玩遊戲 玩遊戲 打機 我看到片已經很開心 其實5G對我來說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是這樣想 你就錯了 因為5G正如剛才所說 有相當於當年發明電燈這麼大的改變 可以說是很革命性 在未來你的生活 將會等於在未有網絡的年代 和有網絡之後的年代的分別 你可以想像當年未有互聯網的時候 你是怎樣跟別人溝通 但有了網絡之後 現在大家就算 一伯或公公婆婆 他們都可能會用WhatsApp 用WeChat 去跟那些孫兒去溝通 跟朋友溝通 你想一下分別是很大很大的 5G也將會是這樣 那究竟是 什麼原因會令到 事情發展下去會這麼緊要呢 大家看下去了 首先要先說什麼是5G 5G如果中文解釋 中文的名字叫移動通訊技術第五代 G其實就是英文的Generation的簡寫 G就是第幾代的意思 5G的意思就是去到現在是第五代 由1G、2G不斷地進步 由當初的 只是Analog的訊號 去到數碼化 只可以傳到SMS 去到最後3G的時候 可以傳到圖像、音樂 甚至上網 去到現在的4G年代 大家都很熟悉用4G 玩Pokemon Go 玩遊戲 用WhatsApp溝通 Facebook 看YouTube 看網劇 去到5G 其實很快就會出現 5G的特點有幾樣 其實有很多特點 如果簡單說 其實是高速、低延遲、省電、成本降低、 可以慢密互聯 以及很高的System Capacity 簡單說 其實就是快、靚、正 速度快、連接得好 又沒有延遲 這就是5G的好處 基本上在用家角度來說 5G一定會比4G 這個不用說了 逐個看 例如看4G和5G 它的比較、延遲反應 會不會有延遲呢 4G都還有延遲 5G基本上是感覺不到 是0.01s 即是ms 那麼低 而下載速度 3G、4G和5G比較 同一條片 3G可能要20多個小時 4G就去到分分鐘 而5G下載 同一條片 是去到秒這麼誇張 所以可以想像到 3G和5G的分別 是超級那麼強的 超級那麼遠的 這個就是同樣 一些人做的測試 3G下載一條片 可能2個小時的 就要3、4個小時 4G就幾分鐘 5G就超快 全部都是講秒 去到5G全部都是講秒 來做單位 所以你可以想像 你將來 下載一套劇 或者看一套 很高質素的4K電影 都可能是幾十秒 就已經下載完畢了 這些去到很技術的層面 1G去到5G 其實它使用的電波頻率 是越來越高的 這個大家應該都明白 而電波的頻率 越高 就可以放越多的資料 進去裡面 就好像 由一個小的衣櫃 去到一個很高 很闊的衣櫃 一路上去 速度也會更快 當然 如果用Fisic 即物理的方法 來看 光速是一個常數 即不變的 是等於頻率 再整個波長 因為1G去到5G 頻率是越來越高 波長就越來越短 令到它傳輸 也接近要直線傳播 所以它擾射能力就差了 衰減也會越大 只可以直線傳送 所以很容易 就會被物件阻擋 這就是5G的弱點 它只要直線傳播 不能繞過 所以機站一定會比4G的多 正正因為這樣 電帳公司就需要多些錢 因為你建得多機站 自然成本就增加了 亦都是因為這樣 華為為什麼吃香 因為它的性價比高 而且它的投資也很早 就開始了 所以為什麼美國經常都要打華為呢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真的 比很多公司便宜 是不是漂亮正 不敢說 但一定是便宜 達到它們的效果 而5G去用的頻率 已經去到超高 近時2、3、4G只是這個頻率 去到3 現在接近人造衛星的頻率 就不會這麼高 而5G的另一個特點 就是叫Memo 大家應該都明白 現在頻率越高 波長越短 剛才說了 天線亦會跟著會縮短 因為波長短了 就是因為天線短了 所以手機可以有很多條天線 就不像近時 大過大 因為它需要波長長 所以天線會外露出來 現在5G 基本上4G 都不會有天線外露 而5G的天線 會在裡面更加短 所以會更加compat 手機可以做到 原理上 所以5G的另一個強項 就叫Multi input Multi output 就是多入多出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對未來發展這個密聯網 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而另一個特點 就是 其實現在有些Router 都是做到這樣的效果 因為你不同的用戶 用一個網絡 它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需求 譬如你打Online game 當然要超快 如果反應不夠快 速度不夠高 它一定是打得不夠爽 但反過來 用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你不需要很高速的 也不需要很高反應 只需要一半小時 update一下Facebook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不同的用家 是需要的網絡要求不同 無論Data的容量 或者速度都不同 所以這個Network slicing 就是這個意思 5G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而低延遲 這個應該大家都經常聽過 即是沒有Leg機 即是沒有不慢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4G都說 是20-50毫秒 即是ms 5G可以低到1ms 即是它是很快很快 已經差不多沒有延遲 想像一下大家如果現在有搭地鐵 講電話 或者看YouTube頻道 大家應該都知道 如果車行駛中 其實收的信號會比較差 這個是它的限制 但是如果去到5G的時候 其實它就不會有什麼事 就算一個高速行駛的高鐵 現在高鐵都是港緊沙 即是平均都是百幾二百的 如果香港行駛的高鐵 當你最高只有350km 但是5G的要求 其實是500km 所以可以想像一下 到時其實是 延遲率 基本上是感覺不到的 基本上是覺得很快很爽的 再說回它的設備 這些就是 將來5G的設備 有分大中小 其實是看圖色字 大的是很大的 這些就是小的 好像在咖啡室裡面 一個小小的餅 Oreo大些 尺寸的 因為它需要 是剛才說過 需要很多機站 所以自不然 這些和這些都會有很多 在周邊看到的 因為它直線發射 而今年為什麼是 5G的元年呢 因為其實已經不斷 除了有新聞之外 5G的手機也發覺 是不斷地出現 最新的新聞 大家應該都看到的了 Samsung已經出了 將會出 4月5號出第一部 的5G手機了 其他的都陸續有來 無論是華為 小米和其他牌子都出現 這條新聞 就是剛剛發現 剛剛出的 沒有多久 3月22日 即是昨天出的 就說5G手機 Samsung會第一部 它的價錢 是4萬元 即是1萬元左右 港幣左右 將會4月5號 在韓國發售 而它有4鏡頭 6.7吋 和現在的4G手機差不多 還有其他的牌子機 都繼續出 下一部當然是華為 華為的Mate X 之前都提過 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摺得 摺起來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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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起來好像手機一樣 打開就好像一部PAT 由6.6吋 摺起來 去到大了之後 是8吋 所以都挺期待的 這些新機 越來越多 不過價錢當然貴 因為新款 2萬元 接得 下一部就是OPPO OPPO都很積極 很快又會出 而且它都很厲害 有10倍的無損光學變焦 這是另一部 第四部是小米 小米出身的機 都是性價比高 所以這部機只賣5千元 2月24號已經在巴塞隆拿 發佈了這部機 跟它現時的機款都差不多 不過這個是5G 最後還有一部 有提過就是LG這部機 V50的FINQ 三個主鏡頭 看外觀沒什麼特別 CPU都OK 6.4吋 所以接下來 你都會發現很多 5G手機不斷公佈 其實全球來說 5G這個市場 大家都在競爭 大家都在鬥快 在這方面 差跡進去 去準備 去生產 發展市場 印度是其中一個 印度應該是拜 美國所賜 因為 美國在抵制華為 全球都抵制 禁用它 因為這樣 其實華為 更加投放 多些資源 在其他市場 印度是其中一個 印度 其實現在已經很快 今年 根據他們的 印度執行長 他說 雖然是有安全的問題 擔心 但是 都會解決 這個問題 他都不會太擔心華為 這個產品的問題 這裏最新說 其實是2020年 就會啟動 基本上 2020年 應該會見到 在印度 有5G的網絡 和手機出現 而印度現在 這個市場 是超大的 是13億人口 有幾個陣營 美國 歐洲 和蘇聯 中國 這兩個陣營 之中 在爭取印度 無論是陰謀論 和商業方面 都一樣 似乎現在印度 傾向走去中國 這一邊 看看事情發展 是不是這樣 除了在印度的發展 我們都可以看 其他國家 第二個 和大家說的國家 就是 日本 日本的高科技國家 一定是會爭 這個5G市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一條片 是日本拍的一條片 三分鐘就說 什麼是5G時代 拍得非常好 看完之後 真是很期待 這個5G時代 對於我這些科技迷 更加喜歡 當然不說 5G有什麼危險的東西 這些就 先放在一邊 如果只說 在民生方面 各方面 其實都非常好 我覺得 今次日本總務省 拍這條片 Connect Future 真的拍得很好 其實他講了很多 5G的概念 因為5G的速度已經是超快 他應用在民生方面 是不同地方都可以用到的 即是不單止 看條片 下載條片快 或者是VR AR 亦都會做得很好 因為他的速度夠快 加上自動駕駛 遠端醫療 即時翻譯 高畫質 無人機 無人駕駛 差不多 可以在你生活的每一個部分 都會連接得非常之好 即是 真是有少少像 你現在看 荷里活高科技片 這樣 戴個眼鏡 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接著 你這部車 就無人駕駛 這個不用說 你將來Uber 離開車 可能已經是沒有司機 自動去到你門口上車 接著 你跟他說兩句 我要去哪裏 他就自動幫你用駕駛去到那裏 而就算是老人家 也不用擔心 因為他到時用平板電腦 亦都可以控制他 譬如這個 這個片裏面說 爺爺媽媽有個果圓 他就可以用平板電腦 控制一個無人駕駛機 噴這些農藥之類 就算媽媽要看醫生 他也是對著鏡子 即是有個電子醫生 就幫你看 遠端就幫你診斷病 也可以直接看病情 發展如何 非常方便 看醫生都不再出門口 對於公公婆婆行動不便 這個是超棒的 就算男主角落到鄉下 入到一間商店 裡面是沒有人的 全部都是無人店 大家應該最近在大陸都見過 入到去 你撿起一件貨 一件飲品 食品 離開門口 就會自動幫你計算 你就不需要有人來招呼你 省了很多這些人手 還有這個即時翻譯 沒有難度 有鬼佬來問路 你不懂英文 沒有問題 立刻幫你轉回日文 那就OK了 就算你去旅遊的時候 當然有這個蜆蜓 好像叮噹那樣 然後上天空 就可以把你周圍的環境 拍攝 遠端傳送給你的朋友 也都甚至可以把你的立體影像 帶多個立體眼鏡 就可以看到 好像是新歷奇景 那樣的 那這個就是 日本Promo的5G年代 他們最快就說 會2020年就會出現 那如果大家沒看過這條影片 不妨真的要看看 那大家可以看少少 好 好 好 i know you oh excuse me sorry sorry i know chie 小声 停 稍微 稍微 好,我們看完日本引渡,我們看看韓國5G現在最新的發展是怎樣 韓國那邊最新的消息似乎民用的5G服務會延期 因為其實韓國都很想第一批就出到5G 因為他一早已經說了,三間轉商也很積極地做Roll Show,PoChic,網絡等等 但是似乎有些阻滯,阻滯原因主要是一來是手機,現在暫時有Samsung這部手機S10出 但是價格似乎是太貴,暫時未能降到很低 不知是否因為他們用的機站設備,不是華為,不是華為,chipchip也不定 不知了,什麼原因就要再看看最新的消息 這個就是韓國的發展 至於在英國那方面,不知之前我也有條片說 其實李嘉誠幫助了一大把,似乎拉攏了英國的三電訊和華為 其實英國的幾家,例如Rodafone,Ee,這些都是有用華為的 如果大家明白他的結構,如果4G在用華為 再加上5G的華為設備就方便很多 如果突然間你的網絡有5G是要用Arison或Lokia 你的成本一定會大很多 這是其中一個商業考慮來的 英國會不會不用華為呢?我覺得機會似乎微一點 這就是英國那方面的發展 美國和歐洲方面會是怎樣呢? 之前美國都故意叫歐洲各國不要再用華為的東西了 但是最近都似乎 德國已經鬆了少少手 可能不排除特定的企業 因為5G頻譜準備用來開拍賣了 在德國那邊 默克爾也都說了一句 未必會阻止 某個國家的電訊的設備 即是說華為很有機會 雖然他不會直接 這個contract 但是 其他公司可能是會用華為的設備來 這個contract 這個機會都幾大 所以可能華為也未必那麼容易 被美國打死了 好,最後我們看看香港的發展又是怎樣呢? 其實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香港有四間電訊公司 其實三間都是用華為的 德克斯馬通是用阿里森的 如果不知道可以看看這個新聞 或者給大家看看 其實香港的設備 不驚不覺 就用了很多國產東西 如果大家都知道 CS有近時就不是用中國東西的 現在暫時都可以 數碼通 是沒有用到華為的 也有朋友 我的朋友都說 似乎現在數碼通的網絡 真的好一點 因為我自己本身用過數碼通 用過三台最近就用到CSL CSL 我覺得就 很差 比我想像中 差很多 跟我 很多年前用的CSL 差很遠 不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不是真的 設備 影響那麼重要 這個我不認識 這個Teleco 我不認識 認識的人 不妨留言告訴我 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裡 都知道了 大部分都是用華為 不同時期 尊重華為 新鴻基的數碼通 還在用高通 和阿里森的設備 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接下來 所以預計香港 香港轉為5G 應該都很快 因為第一 香港是 中國的一部分 第二 就是華為 怎麼會不撐呢 第三 香港作為一個 示範作用 一定會做到一個 未來 5G的城市 等 華為 省嶺的招牌 等全世界看 也等中國 威威 所以 都可以預計到 將來 香港 很快會有5G的網絡 最快可能今年年底 就會出現 那麼 快當然好 我這些都喜歡快的人 接下來 我相信 如果有了5G之後 都沒有什麼人 不用手機 應該是個個都拿著手機 做所有東西 我現在基本上 用手機 就多過用電腦 除了好像現在 這樣拍片 將來 手機都已經很快 很方便 可能連電腦都不需要 直接用手機 就拍片 都不行 所以手機的使用 和出貨量 各種各樣 都一定是 最棒的 都是看網劇 我現在 Netflix 多過看TVB TVB會不會 越來越差 大家拭目以待 TVB的劇 說真的 很廢 也沒什麼興趣 再看他的東西 沒什麼吸引 所以 看Netflix 對我來說 接著 我們講一下 5G的應用 非常之厲害 剛才如果有看過一條 日本的三分鐘 介紹的影片 差不多是 大數據 AI人工智能 AR、VR 戴了眼鏡 就可以做很多東西 智慧城市 和 物聯網 這個也是有 很多商機 在裏面 到時 出了5G之後 最多人說的 自動駕駛 不用說 製造業 能源 電力行業 農業 零售金融 到時 應該有很多金融 是用5G 媒體 娛樂 醫療 剛才有說過 對著 好像一塊玻璃 就可以看醫生 婆婆 交通運輸 AR、VR 保險教育 運 遊戲房地產 差不多 你能說得出 你身邊的事物 都會 因為5G而受影響 所以可以說 顛覆很多行業 而 最貼身的 我們普通 家庭 市民 當然是家居 將來 所有家庭的東西 都會上網 都會連接到手機 雪櫃 微波爐 焗爐 多士爐 窗簾 這窗簾 這個喇叭 藍牙喇叭 燈光 全部都會上網 就算是吸塵機 什麼時候可以開 全部都會連接上網 連接了之後 只需要一個手機APP 其實現在類似小米的家電都是這樣 一個APP可以控制吸塵機 空氣淨化機 電水煲 這樣 我覺得是很方便的 在工廠方面 一定會更加好一點 因為它可以做得更精密 剛才所說的 5G的 差不多是零延遲 所以它更加做得準確 所以機械人那方面 都是運用得更好的 而這個延遲率下載的指定 亦是比以前4G快 近時 可能下載的指定加上 Data 一次過傳送給 雲端 或者伺服器 手機 或者設備 將來就不一樣 只需要下載的指定之後 你就可以點對點 傳送Data 就省了很多時間 這些也是 非常方便 自動駕駛 這個不用說了 因為有5G之後 零延遲 可以做到LV4的自動駕駛 這個就是在圖片解說 而這個華為 亦都是已經做了測試 實測 它是認得非常之好 因為夠快 亦都用了 RD Q7 來測試 實測 大家可以上網看 可以做到這個 車路協同 因為一定要有5G的技術 才能做到這方面 這個就是5G的強項 而5G設備 現在最新的 2018年 就是找到第3季 華為已經去到第1位 第2位才是Lokia 和外納順第3位 但中興也有8% 基本上中國的公司 差不多佔了3成多 所以都很多 當然它有優點 當然有缺點 缺點 要建很多機站 建機站多 代表要錢多 但是華為最強的 就是因為它一早投資了 比美國早投資了 多很多錢 亦都是多很多 發射塔 所以它是 比其他公司 Nokia Ellison 更好 另外它性價比 高很多 它是便宜 很多 好處 危險當然有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及 因為電磁波 涉及 頻率越高 能量越高 機站越高 即是 變成 可能在市區 都很容易 看到這些機站 雖然是小 但也有可能 影響你患癌的機會 這是正常的 而另一個醫生 也有提及 引起癌症 手機的複射 在2008年 作過一個聽證會 大家可以 去看這條影片 他說成人的腦 是這樣的 如果小朋友 五歲的腦 這個電磁波 應該會這樣 而另一條影片 另一個醫生 Pol Herox 5G的小型電塔 聽證會 每一條影片都提過 大家可以看這條影片 他講的危機 他說 很多癌症 例如白血病 腸癌 乳癌 各種癌症 都跟電磁 輻射有關 1992年 已經用老鼠做過試驗 會引致這個癌症 當然 這個是 一班人的意見 有些人 持正方意見 電磁波 雖然 天線 低功率 發射 不會影響人體 不會造成損害 因為電磁波分為兩種 有電磁 輻射 另一種 就是電磁 輻射 電磁輻射 就是我們 平時拍攝 CT 而電磁輻射 就是手機電腦 而電磁輻射 手機發射出來的輻射 電磁輻射 對人體有危害 才會對人體有危害 致癌 但如果手機發射出來的電磁輻射 對人體有危害 危險 就很少 這是另一種說法 我不是讀醫科 我不清楚 究竟誰說的 是對 留待大家 作為消費者 要自己研究一下 這裏 這裏就講 另一些 渠道得回來的消息 其實如果大家都知道科技產品 最先一定是均用 之後 當他有再生產品均用的時候 他將前一代 就變為民用 iPhone最初上市是2001年 但是有傳 其實1997年 Steve Jobs 已經是將 iPhone的產品 傳給均用 政府 當時 亦是被 美軍用了 當時的版本 其實已經是有人面識別系統 當然 去到現在 這一代 前幾年 才出現 這些人面識別系統 5G同樣都是 5G一早已經是均用 只不過現在 慢慢出來 被民用 亦有另一個 未來人說 大家去搜尋 他的影片 信不信 你自己決定 他說6G 5G 5G 首先 他在今年年底 就會出現 他自己 是2033年 回來 2018年 19年8月 他就會離開 回到未來世界 2033年 他就說 5G 就是今年年底 會出現 很快 5G 5G 玩幾年 玩到2024年 因為2024年 會出現6G 6G 到時 全世界都是免費使用 可能沒有手機 如果是這樣 真是超棒 大家不用付錢 就可以上網 無線上網 就像無線WiFi 就算去到偏遠地方 都可以使用 還有這個最怕的 就是 大家都應該很怕 所謂的 六獸印 會直入 有晶片 接入到人腦裏面 到時 你不直入 你就傻了 因為 直入的人 變得很聰明 為什麼呢 因為 這顆晶片 可以跟6G 聯網 即是上網 跟著 只要問一個問題 就馬上得到答案 這個就是 大家信就信 最新香港消息 就是 三香港 當然是三 李氏家族 會幫 會議中心 香港會展 就安設 5G 流動網絡 這個一定的 香港 應該是最快有5G 總結 未來的發展 其實5G 是停不了 一定是會 繼續發展下去的 那麼 加電方面 就不用說了 剛才說過了 所有加電都差不多 可以全部上網 可能 去到 書櫃都可能會上網 也不一定 無人駕駛就一定會發展 你現在 看到電車 越來越多 所以到時 電車 再配合 這個無人駕駛汽車 出現 智慧城市 就一定會出現 不過 相信 就在大陸出現 快一點 整個城市 都會是智慧城市 屋 和大廈都是會 因為有了5G之後 整個大廈都是可以聯網 什麼都在網絡上控制住 電競也會進行一個新時代 因為全部都是超快 所以很多遊戲 會發展得更加 正 AI AR和 VR 應該會漸漸傳入家中 不再 Sony 打下遊戲 那麼簡單 就好像 日本那條片 會融入你的生活之中 這個是 未來的展望 今天 不好意思 講長了些 因為上一條片 說了 所有大家 應該要知道 關於5G的好處 壞處 各種方面 我相信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應該都明白了 5G的發展對你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切身影響 不明白 應該看多一次 就怎樣都明白了 再不明白 不妨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如果這條片好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給我一個like 支持一下 還有share這條片 給你身邊的朋友看 因為很多人都可能 還未知道 5G是什麼 因為 5G 未來都很快會出現 今年就會出現 很快 不要遲了 要知道就快點 現在清楚 好 今天多謝大家 明天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好